好 全台湾最贵夜市的这个额阿贼呢 出现在丰园 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看到生意还是不错 大家说因为丰园人很有钱 没错 我们从这个银行的存款来看 算一算呢 丰园人每个人平均存款是200万哦 仅像后亚朗 而这一条路 中正路 银行也很多 诊所也很多 密度非常高 早期这里是木材集散地 商业很繁荣 虽然大台中是合并了 丰园人仍然很有钱 布置银行这里 还有这里 诊所 警铃 诊所 所有病痛不到大医院 而是到中正路 短短不到几公尺的距离 这里就有10家以上银行 逢源这条路堪称银行密度最高的地方 高饼叶新盛从日剧时代就有 但以前高饼很贵 吃得起的往往都是有情人 密度真的很高 那两条街肉可以有两三百位医师 压力很大 兢兢业业 布置银行多 诊所多 丰园的高饼叶也很兴盛 甚至已经有百年的历史 多了四十年 鲜蛋糕 还有绿豆红 那这边算是一个难来北往的 算是一个要充 所以当时这边很多商人往来 因此这边的商业当时非常发达 那高饼叶的话 那时候就这样都居住在这里 内政部统计这里曾是储蓄率最高的地方 银行多 钱多 消费能力高 有钱人也多 整个木材集散地就在枫园作为集散地 所以枫园人很有钱 又很节俭 所以他们就储蓄的风气非常好 所以他们变成一个金融的中心 有人从银行总数除以风源17万人估税 风源人平均存款200万元 相当惊人 直到现在高知名度的餐厅商店 都会选在风源开设分店 风源有钱人多 从这里不可得到印证 记得拱玉德 燕银卓一师 台中报导 不可得到